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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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节你提到 武林大会 国路英雄混集 於是素食嘉年華 就开始承认 然后有些什么 上次Patrick说到 我差点停不到电话 他说 素食嘉年華 一集说不完的 很多东西玩得不得了 很多故事 我说我第一届素食嘉年華 搞些什么 因为我说了 和文学有关 他说了点子 我们下一集再说 如何和文学有关 已经有很多东西 我说第一届 其中我发现了什么 就是与这个灵性有关 和不同的文学有关 因为那天来 我就搞了一个 叫做素食园 叫做独物护士园 那天你先说哪一天 但是你三四年前开会 三年 不是 第一的 素食嘉年華 里面有什么玩 不是 你说那天 那天是自己的时间 就是3年前大概 2013年 2013年 10月 重来自那天 重来自那天 是的 是的 那天 就是这么漂亮的地方 最好就是围炉讲故事 那我就找了 围炉讲故事 是的 搞了一个叫做 动物素食故事国 那就是一个校园里面 其中一个安静的 那我就找了我自己 那还有有两个人 两个人跟我讲故事 一个就是Maggie Chow Maggie Chow 就是一个在推土机前种花的作者 在推土机前种花的作者 因为是说香港 你也知道 一直被推土机 在推我们的土地运动问题 另外就是张宇文 就是 亦都是写动物故事的 是拿了这个 台湾的联合文学奖的故事人 那我找了两个人 就一起来跟我讲故事 那这个又是 就是跟这个文学有关 而我亦都找了 另一个photographer 叫John Choi 亦都是一个素食家 他就是拍了 这个红花美的全景照 亦都有他的art show 那这个是其中 第一届的 就是跟文学奖演番 和艺术有关的 两个点来的 那 由于Patrick去过 他亲身说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 我们当然去曼花香 那看看那些参加者说什么 那其实呢 都很遗憾 因为错过了第一届 就是我来 你说你去了 那我从第二届开始说 因为第二届就很开心了 因为已经转了做素食 那四围找好的餐厅去吃东西 还有有这么正的活动 我都不记得在哪里拿到的讯息 好像是港安医院 他们有些宁静时刻 曼宴的 好像当时拿到讯息 港安医院又搞这些东西 宁静时刻 曼宴的 素食卡里话的元素 放在不同的月份 在市区 所以就借了 基督教佛林安息日会 在山林道那边的会场 搞晚宴 连同一些健康港座 素食港座 后期他们去了酒店搞的 我机缘之下 有个素食的朋友 他刚刚买了两张飞 因为他们是服用素食自助餐 很难找哪两个脚去顶 刚好我和太太两个都是素食 因此他给了一张飞 我就有机缘去接触到这个 宁静时刻的活动 我先讲回素食嘉年华 我就最记得了 他说很开心的 因为三六中学 其实三六书中学 我之前也有些机缘去过 那时候有个厨师很厉害 张师傅 不知道大家听不懂 他做的素食很厉害 他是健康形式的 对于我这个新素食来说 大开眼界 可以做到这么健康 不只是什么 我们最喜欢说 他一说到素食 就是食齋 胡桃鱼 什么齋 老米 完全是不同的一回事 怎样不同 他是用一些红菜头 他有少少拌锅 拌锅 拌锅又更加健康 对了 他就会西式少少 可能用一些 他们又有些地方是种植物 他认识了三个地方 所以我和太太很远 因为都相对远的 在青水湾道中间 他又未到青水湾 他在中间 又不是西贡那边 都去玩一天 很开心 因为我们初速吃 对于追求素食健康这个知识 当时很渴求 因为我要做很多推广活动 我要不断地去吸收很多医学 营养方面的知识 我还记得那一次很忙 因为我们看着时间线 大礼堂里面 他们邀请很多猛人 我还记得 我最喜欢中医师 尼玉明博士 然后西医里面 有两位西医医生 一个是梁淑芬医生 梁淑芳医生 他本身叫别人不要喝牛奶 Irin Know 和盧外利 盧外利医生 Irin Know 这个星期六 就来接受讨论 对了 说他的本身孙 出来了 没出没出 就出 应该还有营养师 我忘记了营养师 另外还有哪个呢 他们学校 港湾酸 也有一些 不知是讀营养健康的 他就找了一个 professor Alin Alin 我可能刚刚那届 他听到 那个 professor 又是新加坡 professor 他那天 我还记得讲个题目 讲Hole Grand 讲到很技术的 很技术 很棒的 他解释一下 如何叫他 Hole Grand 他有一个助手的学生 应该是那些研究学生 又做翻译 总之很丰富 一路不停听 听到不舍得走 但是老婆又说 要出去吃 Happy Cow 那些雪糕 哈哈哈哈 你说吃多重要 是吧 是啊 一终埋着了 是啊 还有就是 你外面有很多东西吃 你还听 你就会捉我去吃东西吃东西 很开心的 接着我们发觉 咦?原来听说 我吃完东西 还有workshop 没有去过 所以我觉得 要不去 要不去 要不去的大部分 很like 他们一定会回去 好了 我们10月10日就是了 不如由你们作为委员会 麻烦你说个策略 例如我这些新钉 今次第一次去 我应该怎么去玩呢 第一 不用说早去 是吧 他10点开始 其实 因为相当远下的 所以多计算时间 最好10点去 趁人一点点 我想 最好就是 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题目 很想听的 例如中医西医营养 我方便 你就先记住时间 你可能先吃东西 在摊位里走一圈 看看有什么 就是他有东西听 有东西吃 有东西玩 是的 全家大小都可以 是的 通年记得带两个女儿去 基本上 香港他们有份 搞素食的机构 很多人都会放过摊位 是的 如果我呢 我就会这样 一早去 10点钟开始 或者 早一两个字去 因为摊档有70个摊档 70个啊 大草底 小草底 还有大礼堂 那么 12点钟之前 2个钟头 快点 提醒了 因为12点打后 12点半 就这样 开始有workshop 有讲座 所以你先吃饱肚子 即是10点到12点 就先吃了它 吃了那些摊档 最漂亮的东西 然后呢 中午之后呢 你要focus 在讲座里面 有五个讲座 你focus 一两个讲座 然后你先可以分身去其他 譬如是 烹饪示范 又要 有五个烹饪示范 又要 选一两个你喜欢的 他不是同时间 有五个talk 那种 一六 sequence 不是要选那些 现在坊间很流行 同一个时段 有五间房 你去选那些 哇 真是痛苦 他讲座是小礼堂 一路连着落的 大概九个字 一个session 拍摁示范 也是12点半开始 一直到四点钟 完结之前 还是半个钟头 一个session 那样 所以你自己选那些 大舞台 大草地 还有很多表演 有人打鼓 有人跳舞 有人唱歌 有人弹乐器 这样 所以你又要分身出来 去看看 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坐草地 或是坐在餐厅那里 大理堂今年也有一個很精彩的 program 就是現在我們有一群年輕的壯男 他們就打算在大理堂那裏 他們現在好像轉了某一個地方 某一個地方 是不是有素食教練 他們在長生環境中 大隻素食教練 他們會參加這個訓練班 我們其中一個幫了我們幾年的非洲股 講到一個藝術問題 為什麼非洲股來呢?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用牛皮、蛇皮 就是動物皮來做的 既然愛動物的人去拒絕這些 他們重新研究究竟用什麼質料的面 可以做到一樣的效果 甚至更加 甚至更加 Exactly 所以這一隊的非洲股 他們不是 他們跳可能的題目 和這個素食無關 但是他們用的東西 就是表揚著我們 由身體力行 由我們捉摸得到的東西 就可以促起 他們的股面 這個就是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發生著 由於我們其中一個partner 我們的籌位就是 廣東醫院 大家說了 他擔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第一就是除了幫你做一些健康檢查之外 其實他在收集中一些數據 因為我們在很多研究 他們說素食對身體好或者不好的好 我這樣說 我們香港自己沒有數據 變成他只在醫院那裡是不夠 而如果素食交流 因為我們去年有6,000人 是的 變成在那裡 我們能夠收集到很多數據 會拿我們這個口水的樣本去做化驗 去看孫簡道 孫簡道 之前年有 即每一年有些不同的 有些重點的 有些重點的 他就會儲存這些 就會變成香港本土的素食研究 而他們是先驅者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如果玩的東西來講 就除了 還有大禮堂裡面那邊的素食短片 是的 我們的首播就會在大禮堂那裡 日後早上就會播一些選影外國的短片 下午開始 我們頒獎之後 就我們自己的得獎的播放 其實真的很忙 工作人員很忙 我想參加者更忙 其實聽你這樣說 一分鐘一天都玩不完 其實攤兩天會更好 我們做不到 因為如果我們找到一個適當的場 其實我們都會做兩天 兩天是好 想想究竟幾時可以有兩天 讓人可以深安一點 另外就說 那一塊地方由於很漂亮 除了這麼 我們是hyper的活動 我們也有那裡很漂亮的 看著沙斯灣 你自己可以走出來 那個campus 是有一個 是一九三幾年的 歷史建築物來的 已經平定了 很漂亮 很多傳媒 拍廣告 那時候鄭小秋有出劇的那裡拍 那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很多年前 好像是輪流轉 輪流轉 在那裡拍的 然後是 我都很欣賞我們母校的 我們三部宿航 你在九龍三玉 九龍三玉 你沒有西貢三玉宿航讀過 沒有沒有 這次一定要來 我媽媽不給 那個年代 我跟媽媽挨的挺辛苦 媽媽給我寄宿 媽媽不行 女生人家寄宿 如果有 比美赤柱星視看法 但是便宜得多了 早便宜的時候 還有一個節目是不可以錯的 年年都不同 去年有素食Fashion Show 素食Fashion Show 即是 你的衣服是沒有用動物纖維 沒有用動物纖維 所以又多多飯了 Fashion 素食和Fashion 是的 素食和Fashion 我已經開 突然說不到 還有素食和飽補 素食和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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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關 一定有關 看動物 在奧運會就知道 很多長跑手和舉掃手 其實是全素人 我想說的是 很多外國明星都是全素人 是的 我們有一個環節就是 說素食貓狗 素食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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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貓狗本身是素食的 是的 這件事就很少人 所以通常那些貓狗就是貓狗狗吃素 我們看到一個短片 有隻貓 豬 羊 豬 豬 豬和豬仔 狗 全部圍著一大堆素食 即是生的 粟米 這隻貓狗的手在做菜 在吃舊菜 我覺得好可愛 這是卡通片來的 這是卡通片來的嗎 不是啊真的 真的 真的 是全部動物圍著一大堆的植物來吃 我不知道貓喜歡吃菜的 這麼有趣 貓要有些補充劑的 如果吃素的那方面 但是狗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我自己在鹽舍很喜歡吃香蕉 吃我的山果盆那些東西 是的 早上我經常都看到牠在山果盆住宅 我慣了 我們現在廚房有很多鹽舍 如果看到牠大的 我已經很有趣 看到牠大的 不要緊 然後沒多久看到牠小 牠就站在牆上看著我 然後看著牠 然後看著我不想殺牠 牠就走了 原來牠們只要吃香 是的 因為很多人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的概念裡面 狗是一定要吃肉的 我的狗都是素狗 那些人經常問 素狗? 素貓狗? 我真的沒聽過這個 是的 如果你的主人是吃素的話 你不會想貓狗 吃綠度蜜內臟 這些藥物的東西 我的狗夠回來的 最初我都是 牠吃什麼我就吃什麼 沒有想的 但是牠吃什麼 你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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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吃什麼 所以有些攤位賣賣素 寵物的糧食 對 Vegan的糧食 對 給你貓狗 如果狗在房間裡 有隻狗說 Hey, I'm vegan 這隻狗 不要亂給我吃 我不是Vegan 是的 但我的狗現在 其實現在由於 我今天在Facebook上貼了一個 其實我們的寵物食物鏈 其實是一個很殘暴 和一個很不健康的食物鏈 那我由於這樣 造成動物裡面 很多的健康問題 那我的狗 我救回來的時候 那隻狗 是嚴重快樂的 我怎樣給antibiotics 去吃 怎樣看醫生 花了我吃兩萬多元 都完全沒有了 你真的很好 拿來兩萬多元去救一隻流浪狗 是啊 原來 但是還有辛苦 一天我要幫牠洗三次龍 那些龍就是 那隻狗很辛苦 最後那些獸醫 就給一些很古怪的狼荒 吃也都不行 我可以聊 我要試 我基本上就要試 然後跟狗說 狗狗 不要辦法了 你要吃衣 你幫我獸醫 會不會今年來 牠不能來 因為牠突然說獸醫放假 變成牠獸醫 不要緊 我們繼續說你的狗 對 說我的狗 結果牠真的吃素了之後 三個禮拜 牠的嚴症 真的就是 還有牠經常會射 蛇 那些東西 完全完全完全沒有了 沒有了狀況 還有那些毛是 那些毛是 漂亮 那些人經常跟我說 你經常跟我說 兩年前你的狗有多壞 那我經常都說 蛤? 是嗎? 其實就是 那你說兩年前你也有壞 說我的狗 這樣 搞笑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誰 牠是病養 有側頭有瘦 就是 耳朵發炎 耳朵發炎 還有腸胃不好 很有趣 如果那些人患病 病極都醫不好 醫幾萬元幾十萬幾百萬都醫不好 就很簡單的 先轉食素 第一步 你真的不肯戒 就先戒牛 老闆 然後戒肉 戒肉 就先戒素 戒素都不好 就吃生 吃生都不好 又吃果 很有趣 我們一吃適合的東西 身體會自己醫治自己 就省回那幾十萬幾百萬 又可以省回那條命 這樣 是的 我的狗跟著就是 那些素醫 現在只是一年就見牠一次 就是要打針 和循例檢查 這一個就是 那天來的就是 我們有另一個籌位 叫Helen 她會帶牠自己的三隻狗 上來 做了一點點表演 和她講一下自己的食屬經驗 嘩 好厲害 有表演的 有表演的 還有幾時間 一分鐘 那算了 那我們想繼續說 太多聽話說了 通常我們Part3才是來的 幸好我們今天決定做兩集 所以我們暫時先說我拜拜 然後我們就要拍第二集 OK 拜拜 拜拜